每日一百字 歇心 读心 明星 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苗董任言一千日 让我们一起共同学习 苗董任言一千日 第461日主题 明世界颠倒 有情之世界 一重真起望 阿南 云和名为世界颠倒 是由所有分段万身 因此借力 非因所因 无助所助 迁流不助 因此事成 三世四方 和何相设 变化众生 成十二类 经文萧文 世界颠倒 指有情世间之颠倒 亦从真起望 是由所有 是由是指有之无名 所有是指众生之根生 三世四方 和何相设 过去 现在 未来三世 东西 南北 四方 以四世 摄入四方 四方各有三世 则四三乘十二 以四方 摄入三世 三世各有四方 则三世一乘十二 以上第三组 萧文致此 恭请建徽法师 慈悲开示 阿弥陀佛 各位全球云端 共修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是 苗董 论言一千日 第四百六十一日 我们要来继续谈 这个世界啊 怎么就颠倒了呢 这前面是佛陀 要回答阿南 为什么在这个世间啊 你是会有这些虚妄的众生像 跟世界之像 那如果不明白这件事呢 我们就会进入这个轮回的假象当中 所以要了解清楚 那主要是因为阿南问了 从凡夫要到成佛 这条路上 有什么样子的状况 会是如何有修正的次第 那佛陀为了要彻底的 让我们知道啊 没有路可走 就先讲 如果不修行啊 就会进入这个轮回的系统 那这个轮回呢 是怎么发生的呢 所以其中呢 就有众生颠倒跟世界颠倒 那我们今天要来谈什么是世界颠倒 云合名为世界颠倒 这个是跟界啊 就是两个字 这两个字呢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时间的概念 叫做是 就是三世有过去 现在未来 时间是一直不断的在迁流 那界是空间的概念 就是东西南北有四方 那这个是一个时段 有一个空间 不管是时还是空啊 他就是形成了一个世界的概念 那这世界啊 是怎么发生的呢 这里就谈到了 叫做旺 是有所有分断旺生 因此戒利 这里就是谈到了这个戒 是怎么出现的 怎么安利的 那再来呢 非因所因 无助所住 迁流不住 因此事成 所以一个是戒 一个是事 那他怎么出现的呢 其实本来没有记 就像我们现在 是到底哪一个是属于你的 哪个是不是你的 一般都会有一个所谓的界限 在界限以内 是你所拥有的 在界限以外 他就不是你的 譬如说 国有国界 那这个国界是怎么来的 我们就要划分 那家有家的界限 你的房子有界限 甚至于呢 在房子里面呢 小孩子有小孩子的房间 大人有大人的房间 有公用的空间 就有客厅 有书房 有厨房 其他呢 就是又有一个界限 那我们从小啊 有时候在这个 跟大众相处的时候啊 小学生 他在这个桌子中间 就会画一条界限 这也是界 你不可以超过来 超过来呢 就要打一下 所以我们呢 一直都是在 一直不断的去做一些分段 那这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是因为有的这个概念 室友跟所有啊 一个就是能有谁在划分呢 我的分别心 我想要拥有某一些权力 有一些范围 这是我所要的空间 好 那当我今天啊 去界定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有所有权 这个所有 我拥有这一个财产的支配权 拥有这个房子的支配权 拥有这个人的支配权 这是我的所有物 这是我的时间 这是我的空间 所以呢 这时候啊 你的这个能有之心 跟所有之境啊 就会开始有了所谓的分段 分段就是分界了啦 那问题是 这个界是谁去定的呢 其实呢 就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分类的方式 每个时代都有 每个时代的分类的方式 因此他叫做旺 旺 分段旺生 这个社会规则啊 在这个时候 就有了不同的一个界定 那譬如说 我们现在啊 说有这个国家的界限 那国家界限呢 如果在1000年前 这个世界上的国家的界限又不同 那我们在这个地球啊 那也会有一个所谓的这个界啊 哎 有大气层啊 那事实上呢 你去研究发现 大气层在往外 在扩张 在扩张的时候 它其实也很模糊 它的界是模糊的啦 但是我们却觉得 哎 好像有一个内 有一个外 有一个有 有一个没有啊 有一个人 有一个我 所以呢 其实啊 这都是我们自己去分类出来的 就是他没有一个定准 啊 而且他有一个时效 啊 就是叫做分段旺生 啊 这样子的分类方式啊 这种范围啊 它并不是真实 永远不变的 啊 所以呢 这是界的概念 好 那再来呢 第二个是是 世界的是 是是时间的概念 什么叫是呢 就是时间啊 时间是随时随地 就好像是河流一样 一直不断不断的流 啊 它不会停 叫做不住 迁流不住 就变迁 它一直改变 而且呢 它就水流一样 它从来没有在停的 啊 现在这一秒钟 哎 一发现呢 马上就到前一秒了 啊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时间之流当中呢 哎 不知道啊 要怎么去定义快跟慢 啊 那你快跟慢 长跟短 你怎么算的呢 你要比较啊 有的人好着急哦 啊 因为他跟平常 旁边的人比起来 他比别人快 啊 那你如果遇到一个比他更快的呢 他就变成慢的 啊 所以快跟慢啊 长跟短啊 啊 乃至于时间 是哎 这个以什么来计算 啊 那都每个人的时间感都不同 啊 所以啊 这个是是怎么来的呢 它其实不是这个世界的成因 啊 非因 所因 啊 我们一直以为呢 好像有一个来处啊 人生从哪里来呢 啊 我们讲无始时来 啊 无始是什么 啊 以为是好久好久好久以前哦 有一个原因啊 其实没有 无始就是没有原因 啊 那没有一个什么时间开始了 啊 那也没有一个什么时间结束啊 所以呢 我们却不知道哦 就无助所助 其实这是没有办法去掌握的啊 是一个概念啊 时间是一个概念啊 啊 你没有一个春夏秋冬可以去去抓取他啊 你只有这个概念啊 啊 那春天来了 什么叫做春呢 春分是什么现象呢 啊 夏啊 夏天啊 夏至又是什么现象 这些时间的概念呢 其实 哦 以并没有办法明确的去定义他啊 甚至于呢 没有这个东西啊 啊 所以呢 我们却在这个时间当中呢 产生了很多的执着 所以无助而所助啊 是没有办法掌控的 事情上啊 我们会发明很多东西来控制他 譬如说发明时钟啊 有这个时钟的概念 还要对时 然后大家呢 就要遵守啊 遵守了之后 哎呀 我这个公司啊 是几点要来上班啊 就还要去设一个打卡钟啊 那设一个暴时钟啊 然后呢 让我们的人生呢 就是有所规范啊 那你要依循这个时间啊 时间到了 我们就要准时啊 要吃饭 要睡觉啊 要上班上学啊 那时间到了就要结婚 生孩子啊 时间到了就要老了 然后时间到了就要死了啊 所以呢 我们其实啊 就有很多很多的啊 应该是怎么原因啊 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啊 因为时间到了啦 那这个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啊 它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它根本没有一个定准啊 可是我们却有一个共同的认知 认为有这个时间啊 所以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同一个时代啊 现在是一个新的时代啊 你怎么会有这么老旧的思想呢 你怎么还这么保守呢 你怎么还活在过去呢 啊 是这样吗 其实也不一定 只是我们自己去界定 什么是新 什么是旧 什么是好 什么是不好 什么是快 什么是慢 什么是变 什么是不变 那这些所谓的变化的现象呢 其实它是不住的 但是我们却在这里面试图想要抓住一个可以定位的一种感受 或者是一种名词 或者是一种共识 所以呢 这个是跟界啊 就是这两件事情加起来就产生了交互作用 怎么样交互作用呢 是有三是 界有四方 三是就是过去现在未来 四方叫做东西南北 这个时间跟空间的概念呢 它会和和有相设 就是这个时间当中有空间 空间当中有时间 所以呢 感觉啊 我们好像是在这个时代跟时间是密不可分 一方水土洋一方人 我们在这个时候 跟这个空间的状态呢 相设 那如何相设 它还有加上前面的众生 众生是夜感的 那这个时代有这个时代的共业的众生 那它会随时都在变化 乃至于这个世界呢 有很多的潮流 有很多的流行 色受想形式 它其实一直在变化 然后再加上呢 然后再加上呢 跟世界的这个概念 和和 和和就是加在一起啊 那形成一个 一个和和 这一个因缘合成的现象啊 啊 所以呢 这叫和和 或者是呢 相设 啊 相设呢 就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互相的含舍 啊 互相重叠 啊 所以呢 我们跟这个时代密不可分 啊 这个时代也会因为众生的行为 而变成一个新的样貌 好 那就形成了十二类的众生 这十二类呢 包括 卵生 胎生 失生 化生 有色 无色 有想 无想 若非有色 非无色 非有想 非无想 这十二类 那这十二类呢 我们接下来就会 一一的来说明 那今天呢 是先讲到 世界颠倒 以上 这是十二类的众生 所生出来的一个状态 那他是怎么样 有这样子的状态呢 他其实是跟世界 合和 有相设 而形成这十二类的众生 好 以上是今天的内容 阿弥陀佛 师父吉祥 各位师兄吉祥 我是法木 我想请教师父的一个问题是 就是上次那个 能言残妻 我也有根 然后呢 那几天呢 就是感觉人比较容易感到疲惫 然后送咒的时候呢 倒还可以 就是听师父开示的时候 比较容易昏沉 然后呢 越到后面几天呢 昏沉的就越多 听其他几位师兄说呢 也说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么就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缘故 这是文法照吗 恳请师父 慈悲开示 阿弥陀佛 听闻佛法会 有昏沉 第一就是我们跟这个法呢 不是很熟悉 就是不太明白这个法 它的跟我们的心有什么关系 那也不太明白 所以感觉呢 似乎啊 在听这个法的时候 有一点难 那没办法产生一个连结 那也没办法反馈 或者是去思维 那这时候呢 自己的心啊 在学习这个佛法的时候啊 或者是听闻佛法的时候 因为很想要去理解它 然后呢 就产生了一个 这个昏沉的状态 就是这个心好像是被蒙蔽住了 或者是会有一种沉重感 那这个呢 就是什么样子的障碍呢 就一方面是文法障 二方面就是我们还没养成习惯 其实也不一定是在听法的时候啊 是常常我们的心在一个状态当中呢 它很容易就陷入昏沉 然后这个昏沉呢 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 但是它会透过在禅修 或者是在用功的时候 它感觉呢 特别容易去发现 那因为我们要超越这个昏沉 所以它就会先跑出来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可以用两种方法 一种就是啊 就是在发心去回向 就是把自己的用功呢 回向 希望自己可以文法无有障碍 第二种呢 就是你就站起来 想办法换一个知识 让自己可以听 也许是站着 比较不容易睡着 或者是在光明处 比较容易会提起这念 换一个环境来听 这是很重要的 但是呢 有的人啊 他就是在昏沉的时候就懒得动 已经就昏沉了嘛 他就会顺着这个昏沉 让自己睡一个好觉 那睡完了就啊 这个就是文法障啦 所以呢没办法 我就是有文法障 那我们就要知道 虽然是有这个障 可是要去突破它 所以尽量呢 让自己不要 一文法就昏沉 这样子才会慢慢的会减少 那也不是就不听了 因为有的人说 既然这样我就不要听好了 或者是呢 干脆去睡饱 睡饱再来听 那这件事情呢 就是要看我们自己 要怎么去超越它 所以刚才讲到 第一个就是发达愿 回向给自己素食的 一个业障 那我们回向 希望呢 可以文法无障碍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自己改变一下环境 跟生理 就是动一动 就好了 佛陀呢 他教我们很多方法 有一部经叫做 佛说离碎经 那这也不一定是只有在禅修 或者是在文法 可能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昏沉 只是不自觉 那禅修跟文法呢 是比较容易发现自己有在昏沉 那其实平常呢 常常养成一个保持正念的习惯 也是会有帮助 那最好你就是自己要去发现这件事 就是你昏沉的时候呢 你发现自己昏沉 慢慢的呢 就会越来越有所崩散 好 以上是简单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感恩师傅 请可以开始 阿弥陀佛 师傅是穷满吉强 我是虚琴 法义 听师傅开始学习 了解了关于什么是众生颠倒 世界颠倒 那么我今天用三句话来分享我的感觉 一句话呢 就是都是无明日的祸 真如佛性是圆满光明的 一株名相 但是因为一念不觉 无明妄动 所以产生了众生颠倒 一直于世界颠倒 从必尽无成必尽有 那么因无明起祸 造业受苦 苦中就更要反弹 苦上加苦 就这样任奖为真 众生在 累生累劫的轮回中 投出丑莫 那么能言经学到这里 可以说是解构了我自以为的 真实世界 也似乎明白了 什么是消我意解 颠倒下 这里我想说的是 非常幸运的遇到了圆倒禅院 有师父师兄们的辛苦付出 每天可以在云端造场 送金 持咒 送的都是大骨头的金 滑眼金 冷眼金 大骨头的金 金当金 等 每天都能够听经文法 就成就了我们 为生命的真实所做的努力 所以觉得自己很有福气 非常非常的感恩 第二句话呢 就是用佛之剑代替颠倒剑 那么知道有假的 会死的身和虚妄的世界 更重要的是知道了 还有这个真无本心 不生主业 那么就是说 就要少在这个世间的 五欲六层上动心死 就是少在这个死物上 死的东西上动心死 那么多在内心的生命的佛性 就是这个身体里面 这个活泼泼的 这个活物上 多下功夫 必须有一日能够 这个不坚固身 换坚固身 那么就要时时刻刻呢 不断串行 让佛法的正直界 能够流淌在血液中 渗透在毛孔里 落实在牲口里上 第三句话就是 断排原心 反忘彼症 具体怎么做呢 我觉得要从 以下三个方面努力 第一就是要找到 不生命的真心 那么就是要发佛提心 利益众生的心 不退转 护持正法 护持道场 以扶持心 来安住 降伏 自己的心 第二个方面就是 发广大心 心以切善 就是说要发心 还要去做 就是 正如建会师傅 在周二金 当金写禅 座谈会上 开始中讲的 要发四种心 其中 发广大心中 讲到 要发起 跟佛境界一样的心 而不是 和大众计较的心 要对任何对象 要发愿 皆 例如 无语涅槃 而灭肚子 但是肚子 又讲 受众生 得灭肚子 也就是说 行一切善 不准一切善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 参加周二晚上 这个金刚金 解禅研讨会 通过 写金刚卡 请师傅开示 能够回归自己的心 找到胜利的答案 第三个方面 需要努力的就是 善用其心 以便导心 善用其心 则可 会切殊胜利貌的功德 那么具体就是要 学好 听好这个 进行品里面讲的 140一个愿 行住坐窝 上班工作 回家做饭 走路坐车 一切时一切处 都要记住 当愿众生 四个字 我觉得这要心中有佛 哪里都是道场 这样的话就可以 转造货业的身语义 也自为先导的身语义 那么华言之力 是在于行 如果把这颗行用好 它就能够 奔发出无穷无际 无边无际的伟大的力量 那么前一段 禅远梅的早晨 这个 华言经三点 之后 各个组都在 吴颂 分享 经历评 那我们也开始学会 练习 善用其心 非常棒 以上就是 我的三点 讲悟吧 不知是否 如法 恳请师父 慈悲 开示 阿弥陀佛 谢谢 谢谢这个续琴 这个 来分享 我们 可以知道 就是在 学习佛法的时候 经典的熟悉 会帮助我们 在生活的落实 那 生活的落实 从这些 实修的方向去 把经典里面 所讲的原则 还有重点 那在生活中 一旦 一落实 你的心就 完全 这个法就入心了 那 所以呢 在这一段 阿南 他在 请法 的时候 阿南就说 他突然发现 他自己 实在是很 很笨 怎样很笨呢 一般人呢 觉得这个 阿南这么聪明 他怎么会说 自己笨呢 因为呢 他就是 很笨在哪里呢 很笨在 都学了这么多的法 竟然 不知道用它 好可惜 就是 这么好用的法呢 竟然 没有拿来用 那真的 就是太笨了 就是 只是把它当成是知识 那所以 刚才所说的 三个重点 这三个重点 全部都是可以用的 那你要怎么用呢 我们就是 反忘归真 那要怎么用 就是 忘心 就少用 真心 就多用 要用 就要用真的 不要用假的 那 用真的呢 就会发现 越来越好用 你不但是可以 就是 破旺 就是 让自己的心呢 就不会被 这个世间的烦恼 卷进去 那你就 越来越自在 而且第二个呢 还可以帮助别人 广大心 就是 所有身边的人 都一起 就变得 很自在 很快乐 那最后呢 还可以怎样 成就 究竟的圆满 所以 这个真心 很好用 但是也要 多用它 而且 在用的过程 我们在读 这几部经 都是大圣经典 从这几部经里面 来找到 自己的 这个方法 印证 佛法的真实性 所以最重要的呢 就是学了 这个方向 破旺显真也好 发广大性也好 能够呢 善用 菩提心也好 那都是啊 要把佛法 拿来 真实的生活中 产生 一个 力量 然后让自己的身心 都在 佛法当中 那 这是我们这一生 给自己最大的福报 也是呢 这佛法 它在这个世间 最大的 祝福 就是希望所有的众生 都能够 善用其心 都能够学佛 而且都能够成佛 所以这是 谢谢刚才的分享 可以很简单的 把它归纳成三个 重点 那就表示啊 我们的确是在行 这个佛法 那把它落实在生活中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就是最聪明的 学佛人 好 谢谢 我们第三组在 上周在学习世界颠倒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疑问 就是 那眼睛的世界颠倒 那眼睛里面说的世界 跟 华眼睛全无卷 写的三世间 是不是一样的 就是一个是 自正觉世间 气世间 跟众生世间 是一样的 是吗 对这个世界就是世间 那是就是 时间的概念 界就是空间的概念 那自正觉世间 就是佛世界 那乃至于众生世间 它就是一般 我们五蕴众生的世界 那菩萨的法界 它跟 就是跟一般世界的分类方式 又不太一样 我们大部分现在在讲的世界颠倒 是主要是从众生的角度来看 你怎么去分出这个时间跟空间 但是对于佛 自正觉的佛来讲 还有菩萨来讲 他的世跟界的概念 是无量光无量寿 所以他不是像众生这样子 他有一个执着在那边 类分 那我们一般 不太能理解 对在佛的这个平等法界的概念 所以我们在众生世界当中 就有高有低 有好有坏 有这个善有恶 但是佛呢 其实他是平等的 所以他可以说是 没有世跟界的曲梗 那他的时间是 知道他是超越的 所以要去类分 彼此之间的关联性的话 要把它分成一个是圣界 一个是凡界这样 好 您感恩师傅 慈悲开示 你感恩师傅 我感恩师傅 我感恩师傅 你感恩师傅